我是恐怖游戏里的美人NPC 天杀的大boss白睡我七年 说好的契约新娘 转头就给我烙印成蒲丛 一怒之下我跑去了人间 后来听说孔游boss杀疯了 满世界找他新娘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昨晚属实用力过猛了 一身酸痛 身体虽然不适 但我倒挺开心的 行动时 深连同意让我成为契约新娘 不枉我苦求多日 深连是孔游世界S区的boss 也是孔游唯一的大boss 成为他的契约新娘 可使用他80%的能力 这几乎在整个孔游界 无人能敌 我也不用提心吊胆于 被币区小boss追杀 一个星期后就是大典 那时 深连就要选出三位神之仆丛 和一位契约新娘 虽然 现在我被内定为契约新娘 为以防万一 我得更积极一些 随即 穿一下了床 刚出门 就看到一群小怪围在一起 双手合十 祈求着什么 拜托深连大人 一定要选我做仆丛 深连大人的神之仆丛 能获得他20%的能力 相当于一个C区小boss 也是很厉害的存在 小怪可借色十年 只求名额一位 一个一个都在求成为神之仆丛 孔游世界有很多分区 对应不同的等级 从上往下依次是 S区 A区 F区 我一个出身F区的NPC 人类是这样称呼我们 竟然能当S区大boss的契约新娘 心情骤然美丽 拿出昨天做的点心 一群小怪哄强 边吃边说着吉祥话 人美心善 西西肯定能选上契约新娘 深连大人正多年 只有西西一个女怪 西西天生丽志 绝对能成 为西西扛大旗 我被捧得高高的 忍不住笑了 别打去我 没影的是 我口是心非地否定着 但心里知道他定下了我 暗自喜悦 这便是有恃无恐吧 这时 从外面跑来的小怪说 深连大人回来了 带回了两个人类 有女人 端着自制的点心 进了大厅 看到深连坐在主位 两个人类坐在客位 我挨个放置点心 我这点心 获得过大量赞赏 深连吃了都赞不绝口 分到深连时 顺势坐到了他身边 缓着他的胳膊轻轻晃动 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想你呀 声音绵长 又带着一丝甜腻 我没什么廉耻心 就是要时时刻刻 表达自己的心意 他才会忘不掉我 深连一向不露行色 而且话也少 他的心思完全靠人猜 我这一串动作 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我这样 他会开心 夜晚则格外兴奋 可是 这次他很反常 他好像不乐意我这样做 他很快抽出了手臂 还冲我立言道 越界了 去客位 他从未如此 声音还这么凌厉 我被吓到了 跑去了最远的客位 看着无畏 我的胆子其实很小 F区的朋友曾嘲笑 我像小蜗牛 一有动静 触脚便立即收回 那个人类女人 尝了一口点心 随即吐了出来 好难吃 莲哥哥 这就是你平时吃的垃圾吗 好心疼你 下次我带人类的食物给你 哼 申连特别喜欢吃的食物 你说是垃圾 小心你的小命吧 下一秒 申连轻轻笑了一声 好 反鞋杠L L跟他这七年 我可从未见他笑过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都超乎我的想象 只见人类女人 静止走到申连身边 两人无障碍交流 还有肢体接触 颇有些亲密 不过 他竟然能一口气说出 超过二十个字的话 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好 我旁边的人类男人突然说话 这男人高高的 戴着一个眼镜 看着丝丝纹纹 这些人类都是贵客 我不能怠慢 人类 你好 傅明昂 许希 我细看 这个傅明昂 有点眼熟 还未深想 傅明昂扶了扶眼镜 看着我的眼睛 想去人间玩玩吗 我瞪大了双眼 什么 人间 什么样子 安不安全 我一时被搞蒙圈了 不不不 这不是我该考虑的 我去人间做什么 在恐游世界当我的契约新娘 才是最安稳的 最有保障的 谁知道人间会不会是另一个恐游呢 抱歉 没关系 如果你反悔 随时联系我 傅明昂突然靠近我 拉着我的手腕 塞到我手上一个微信按钮 身后一阵冰冷 不知道什么时候 后方的谈话已经没了声 人类女人挥手告别 我们走了 走前 她对我笑了一下 像是嘲弄 身帘盯着我 一直没说话 或者在等我开口 看样子像是不高兴 不过 她今天一直很反常 也许不是不高兴 许是高兴 直到夜晚 断案了 她高兴过头了 今晚比昨晚还激动 帮我冲洗时 搓了我的手腕都要掉皮了 末了 经文手腕 说了句 我的 你的 你的 都是你的 活爹 快让老只睡觉吧 隔天起床后 看到院子扫楼夜的小怪们 又围在一起 聊着八卦 知道吗 昨日那人类女子 是身帘大人的白月光 啥叫白月光 白月光就是 在心里 她永远是第一位 我听说 身帘大人未觉起前 那人类曾救过她 所以她每次来恐怖游戏 都能顺利通关 可别让兮兮听到 她要妒忌死了 我 听到了 说实话 我没什么感觉 从始至终 我求的都不是身帘的爱 我只求登上契约新娘宝座 用以自保 眨眼 一个星期过去 大典开始 我心性眼看着身帘 星号反斜杠 哦 斜杠星号 但她直视前方 并未跟我对视 我轻轻揪了揪她的衣角 好开心 今天就能成为 你的契约新娘 好幸福啊 我抬头看着她 满眼的期许和小开心 身帘沉默了一会儿 我的神之仆从 名额也不多 我没太理解什么意思 正要追问 仪式开始了 身帘走上前去 繁琐的仪式 一个接一个 两个小时后 终于到了振奋人心的烙印环节 第一位神之仆从 道牙 怪群中 有小怪惊呼 跑到台上 跪在身帘面前 第二位神之仆从 千玉 是门前扫落叶的侍从 爱八卦那小怪 第三位是谁 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我还是小小的关注一下 身帘这时看了我一眼 又有些躲闪挪走 罕见 身帘大人也会有这种表情 记下 以后慢慢摸索 第三位神之仆从 许希 听到这两个字 我静止动作 大脑瞬间空耳 迟迟没有动弹 周围一阵兮兮苏苏 被其他怪推到台上 按着跪下 身帘挨个在手臂上 烙印神之仆从标志 到我时 我不愿 还没抽出手臂 被落下了印记 沿路能听到大家对我的唏嘘 现身现了七年 还不是个仆从 跟我们没差别 长得没有什么用 被玩惨了 就应该这样发展 我这心里好受多了 其余新娘怕是另有她选 我没了脸面 隐匿在后园的角落 不知身帘怎么找到我的 她蹲下 在空间储囊 拿出了一堆珍宝 这些都是你的 这一个是深海之心 这一块是熔岩之石 这 我打断她的话 是没有兑现承诺的弥补吗 深连皱了眉 我从没有这样冲撞过她 她来了脾气 你说是就是 想清楚了就回来 摔下珍宝 她转身走了 深连是孔游士 大Boss 没怪打得过她 还唯恐她打过来 NPC杀NPC 被杀的是会灰飞烟灭的 整个孔游世界 为她独尊 她做什么都不需要解释 即便错了 也是对的 高高在上 一副所有人都在她掌中控制的样子 我看着散落的珍宝 她想讨好我 能做到这种程度 怕是已经难为她了 可我 真的能识去的 当什么都没发生 跟以前一样吗 我呆坐了一整晚 不断地回忆着 有意识以来发生的种种 身处F区时 因为过分貌美 F区的小Boss 要把我送给B区的小Boss B区的小Boss 以残暴著称 最喜杀身边小怪 这意味着 我随时都能丢了性命 我不想死 我要自己寻找安全的地方 于是我半路逃了 听闻S区的大Boss 很少杀小怪 我奔他而去 我只想当一个扫地的小怪 是身连强行占有我 还说只要我听话 就有机会做他的契约新娘 为了这新娘 我学会温柔小意 学着体贴入微 从不敢放松 直到今天 我好像没有真正的快乐过 我将自己局限于 小小的内心世界 渴求着他人带来的安全感 被感受裹挟 像是为虚幻服务的奴隶 而现实 没有真正的安全 哪里安全 哪里都不安全 天放亮时 我按下了微型按钮 我想去人间看看 微型按钮金光乍现 这金光将我包裹在内 身体前倾 一股力道将我吸进黑暗 在黑色通道穿梭 片刻后 前方出现光亮 触摸光亮 掉了下去 扑通一声 掉到一个软绵绵的床上 我还被弹起了一下 这是哪里 看向前面 是个窗户 夜幕出锤 月亮摇挂在天边 月亮 不应该是太阳吗 时间不对 难道这里是人间 后方突然传出声响 我转过头去 只见侧门被人拉开 一个男子擦着头 刚洗完澡的样子 卷着浴巾出来 我吓了一跳 戒备的拿起旁边 能打人的东西 后退到窗户边 往下看了看 两层楼高 跳下去应该不会死 但也不会太好受 如果是恐游世界 肯定没事 但冲出光亮那一刻 我的各种能力被限制了 力量变得很弱 速度也慢了 头上的小脚也消失了 跟一个人类小鸡仔一样 这人是那天的傅明昂 只见他微微顿了一下 然后若无其事地穿衬衣 在这段时间里 我可以立刻逃走 可是 从恐游世界到人间 这件事太邪乎了 有些事情我想问清楚 我从未听说过 哪个小怪能进入人间 你那个微信按钮 怎么做到的 你有什么企图 傅明昂恍若未闻 头也不往这边看 很淡定地走到桌旁 戴上眼镜 翻出了一张名片 我是一个游戏公司的小老板 你的关卡设置非常精妙 我闯关几百次才通关 设计精巧 环环相扣 你的能力很强 是公司想要的能人 有没有兴趣加入 我愣了一下 在恐游世界 NPC的能力提升 跟人类的死亡次数挂钩 人类在恐游世界死去 不会真的死亡 在各自区域 人类闯关失败 世界也会额外提高能力 相应的 若是闯关成功 能力也会削弱 庆幸的是 我经营的区域 很少有人通关 在通关关卡上面 我确实有一套 自己的逻辑和策略 灵光一闪 记忆回涌 我说他怎么看着那么眼熟 就是他一直死 一直活 一直闯关 这才给我留了丁点印象 此刻 我有些诧异 这个人类想法挺大胆 所以 去恐游世界挖我 傅明昂很郑重地点了点 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的人太疯狂了 早听说 人类为了挣钱不择手段 没想到能不择手段到这种地步 小怪都敢挖 不过 他这套说辞 确实打消了 我一些担忧和害怕 嗯 下微型按钮那一刻 我其实很慌张 甚至有一次后悔 万一人类要解剖我 研究我 怎么办 没想到 他只想要压榨我 既然来都来了 人家还那么肯定我的能力 好 我可以加入 你想要什么类型的关卡 有设计图吗 我还需要一些撑手的工具 傅明昂慢悠悠地靠近 坐在床边 不着急 先休息 我瞬间警惕 休息 什么意思 在恐游世界 因为这张脸 我受过很多委屈 难道他也想 我可不想刚出狼窝 又入虎穴 又往窗户下面看了看 反正死不了 正准备跳时 门被敲响 一个穿着可爱的女生进了门 哥 我来接小姐姐了 嗯 傅明昂又转头对我说 我这里不留人 尤其是女人 所以你不能住在这里 你可以跟我妹妹回她的住所 就在旁边别墅 哦 原来是她要休息了 赶我走 我是傅明昂的妹妹 傅明恩 叫我小恩就行 希姐 可以这样叫你吗 我点了点头 小恩领着我去了旁边别墅 一路都给我普及着一些人间的知识 与那个嘲弄我的深连白月光不同 小恩态度很好 当晚 我独自躺在床上 神经仍然紧绷着 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有一种未知的恐惧 不过 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恐游世界 和深连那个boss 身心倒是放松了不少 许是太困了 闻着松软中 带着阳光气味的被褥 渐渐地睡了过去 这是我在人间度过的第一夜 第二天 我是被饭香味勾醒的 小恩在门口 把可爱小头伸进来 看我 传唤我 起床了 快来吃饭 下了楼 餐桌上的饭菜非常丰盛 色香味俱全 小恩特别热情 爱个像我碗里加菜 饭菜味道很好 我承认了 确实比恐游世界的好吃 随即 对他的厨艺表示了肯定 谢谢 很好吃 你的手艺真好 只见他摇了摇头 不是 这些都是我哥 突然 书房的门被打开 打断了要说的话 傅明昂走了出来 走吧 我带你去公司 坐在车中 我紧靠着车门 不想挨男人太近 看着窗外 突然闪过恐游世界的海报 我不禁问 你们人类是怎么进入恐游世界的 这是我一直很想问的问题 傅明昂低头看文件 头也没开 娓娓道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 百年前 科学家发现 地球上还存在另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恐游世界 随后 科学家将这两个空间进行相连 不过 进入恐游世界 需要交门票 在恐游世界闯关成功 或者击杀boss 会得到额外奖励 很多人靠着奖励发家致富 原来如此 过公司安检时 红灯亮起 安检一上显示 我身上有管制刀具 我不情愿地拿出水果刀 干巴巴地说 我想要自保 傅明昂拿走水果刀 这里跟恐游世界不同 这里很安全 这种东西 尽量不要放在身上 别人会以为你要行凶 小恩出门有保镖 你也有 好吧 安全就行 公司内部规模不大 但里面的同事都是热爱游戏的人 傅明昂向众人介绍我 这位是游戏主设计师 许希 接下来 我简单阐述一下工作内容 我们要做的是一款通关游戏 通关情况 仿照恐游世界 因为要仿照恐游世界 我对此得心应手 将关卡设计用图示画了出来 众人纷纷赞赏 这太精妙了 傅明昂则不满意地指着一处 这处不合理 防御太薄弱 不合理 细看 确实容易突破 我瞬间有了斗志 关卡设计感兴趣 再加上傅明昂这个眼尖的 一时沉浸在了创作中 时间悄然流逝 在人间已经离留了半个月 在这半个月中 我在通关设计上 全身心地投入 耗费了很多心神 但整个人很放松 很享受 我挺喜欢现在的工作 充实又热爱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满足 仿佛 现在的我才是我自己 看着眼前的傅明昂 想着最近的状态 我真的感觉到 他在欣赏我 因此 对他的戒备心少了很多 你这么厉害 怎么会通不过我的区域呢 还死那么多次 白白给我送经验 我负责的区域 在S区一块偏僻 很小的地方 傅明昂笑了笑 你猜 我猜不猜 傅明昂漫不经心地问道 有没有想起点什么 什么 这些关卡 或者A区 傅明昂把我说得很猛 摇了摇头 我为什么要想起A区 那个荒凉地 是一个连小怪都嫌弃的地方 关卡重重 难以进入 还没有奖励 当初逃跑时 我曾路过A区 试图进入 却被弹出 晚上 回到小恩的别墅 小恩跑过来 希姐 快看这个帖子 我顺着她的平板看去 现在的恐游世界 简直是地狱 S区的大BOSS 不带在自己的S区 各个区到处跑 搞得人心惶惶 上次组团去了F区 刚进去就碰见了大BOSS 下一秒 我们这群人 就被他镰刀一挥 砍死了 我听说 大BOSS 是在找他的新娘 真的假的 从哪听说的 我谈了一个恐游世界 NPC男朋友 是他告诉我的 你跟NPC谈恋爱 反正互相杀不死 顶多我杀他 他重开 现在很流行 跟NPC谈恋爱好不 你落伍了 重开 NPC被人杀死后 不会真的是死 而是在F区 失忆重开 只有同类相杀 才会魂飞魄散 好吧 希望大BOSS 赶紧找到他新娘 别再让我们遭殃了 深连的白月光不见了 人间一日 恐游三日 恐游世界的 我应该失踪了近两个月时间 总不能是找我吧 我立刻否定这种想法 我是被烙印成了朴丛 不是什么新娘 转念一想 我能来人间 那深连甚至也能出来 一想到要见他 我就有些窒息 问着小恩 小恩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来人间吗 其他小怪也能过来吗 大BOSS会不会打到人间来 怎么可能 那微信按钮是我哥的专利 研究了好多年 只有那一个 大BOSS肯定不 然后 小恩像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赶紧捂住了嘴巴 又不就般地说着 反 反正其他NPC不会出来 哎呀 别想这些了 接下来两天是周末 哥说让我带你出去玩 你可以想想去哪里玩呢 话题被他接了过去 但我也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只有我 有机会来这人间 深连不可能追来 瞬间 安了心 周末第一天 小恩说要带我接人间地气 先是逛街买衣服 整整十条街 我累得不行 然后找了一家按摩店 按摩全身 按摩完 通畅了很多 我感觉我还能再逛十条街 这时 天色已晚 本来说要回去 但想一眼注意转 拉着我鬼鬼祟祟地说 我带你去好地方 灯红酒绿 纸醉金迷 同时也非常热闹 这地方 好像叫酒吧 眼前 一个男子拦住一个女子 哥的腿不是腿 是塞纳湖畔的春水 哥的腰不是腰 是夺命三郎的弯刀 小妹妹 看哥这腿这腰 亮不亮 谈恋爱吗 有病 这女子一脸嫌弃地甩开 男子也不恼火 伸手挽留 那等你病好了再谈 简直没眼看 我闭上眼睛 再睁开眼 旁边又传出声音 只见小恩挑起一个男人的下巴 不要以为有几分姿色就了不起 你们这种男孩子 我见一个爱一个 亲你一口 记得礼商往来 哎呀 讨厌 那个男人一脸娇羞 我又闭上了眼 多余睁开 太炸裂了 没想到人间是这样式的 我巴不得世界上没有男人 他恨不得世界上只有他一个女人 这跟我的认知完全不同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认知冲击 小恩说我不够放松 让我也体验一把 我表示不想应容 晚上小恩被傅明昂狠狠地劈了一顿 说他抹黑人间 给别人带了不好的体验 小恩委屈巴巴 再三表示 明天一定带我深入了解人间的美好 周末第二天 小恩带我参加了一场盛大的聚会 都是有钱的美人 穿着漂亮的礼服出来那一刻 全场的视线都朝我看来 小恩走过来 拉我融入人群 西姐 你简直是世界的焦点 美出新高度 一张好看的脸 颇受人关注 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 问我怎么保养的 也有人问我在哪家整得容 自己也要预约 对我没什么恶意的 我会回上两句 恶意满满的 我一笑而过 小恩肚子饿了 拉我去了美食区 拿些点心 坐在沙发上吃 不和谐的声音突然传来 傅明恩有什么资格参加聚会 一个破爆发户而已 他搁在恐游世界领了一个亿的奖励 靠这笔横财进行创业 这才发家致富 真是运气好 可不 我听说三年前 他们还是穷人 看他那泼辣样子 哪有我们这些 有家族底蕴的人稳重 那三人围在一起哄笑 边说边走远 富贵人家面上尊重你 背地里却很歧视爆发户 小恩低着头 罕见的有些自卑 对不起 你别多想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 用一个亿的本金赚了上百亿 说明你和你哥很厉害 即便没有这一个亿 你们也能达到这成就 我安抚道 因为你 我们才过上好日子 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 面前突然一阵骚乱 几个女人扭打在一起 准确来说 是只有一个女人被打 怎么 没钱了 没钱你也得还 去恐游世界挣钱啊 你不是挺能在恐游世界捞钱的吗 那个被打的女人跪在地上 抬头求饶 再宽限我几天 我肯定还上 定眼一看 这个被打的女人 竟然就是深连那个白月光 小恩在一边解释道 她叫高慧 染上了赌博 当初我哥通过她见到你 给过她两千万 这么快赔光了 这时 旁边的适应声 不小心打翻了一个酒杯 堆叠的酒杯 顺着掉到地上 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吸引了很多目光 高慧也转过头来 看到了我 瞪大了双眼 双眼瞬间泄红 极快地跑了过来 是你 你怎么跑到人间的 都是因为你 我才变成这样 她像个疯子一样 捡起锋利的玻璃茶 扎进我的心脏 要怪就怪身连说 你是我杀的 让我挣不到一分钱 哈哈 现在你才是我杀的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 谁都没有反应过来 宴会上 保镖不得入内 人间的安逸 也让我懈怠放松了警惕 怎么也没想到 会有这变动 在恐游世界 人被小怪杀死后 人不会真的死亡 而是退回人间 谁知道 人间会不会是 另一个恐游 这是我之前的猜想 没想到 真的应验了 我在众人的惊呼中 消失了 没有死 而是 返回了恐游世界 力量回来了 头上的小脚回来了 手臂上的烙印也出现了 身上还穿着礼服 衣服上的亮片 闪闪发光 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画着精致的妆容 引得周围的小怪 频频侧目 我落在的位置 是恐游世界壁区 正是那个追杀 我的壁区小boss领地 真倒霉 提着裙边 向外围轻身挤去 刚要走出壁区领地 那壁区小boss 出现在了上空 壁区小boss 明愁坠 相貌平平 毫无特色 看似人畜无害 实则残忍无比 他曾是前任壁区boss身边的随从 无比谄媚 获得了前任boss信任 后来 他将前任boss毒害 夺舍了前任boss的能力 靠着这种不光明的手段 登上boss宝座 小人行径 成为壁区小boss后 他暴露本性 残暴不仁 解牙字必报 我中途逃跑 被他记在心里 在外布置关卡时 曾被其追杀多次 不过最后 均被深连打跑 线下 无人相助 他的实力 我即便是加上深连那20%的能力 仍然不敌 灵光一闪 我突然想到 傅明昂提到过的A区 A区坚固无比 无论是人是怪 都需闯关 A区外围布置了一座巨大迷宫 在那里 也许有一线生机 A区就在B区附近 我全力向着A区飞过去 仇坠在后方紧追不舍 深连大人马上赶来 赶紧束手就擒 深连大人 他什么时候成了深连的狗 无暇多想 迷宫近在咫尺 我加速闯入迷宫 球坠跟了上来 但迷宫是活的 上空进行 不一会儿 便跟丢了我的踪迹 A区荒凉至极 像是多年没人来过的样子 迷宫的各个角落都长了草 这还是最简单的关卡 听其他小怪提起过 A区BOSS在陨落前 曾是唯一的初代BOSS 后来 不知发生何事 A区BOSS和上一任 S区BOSS交锋了 最终 初代BOSS战死 前任S区大BOSS重伤 再后来 A区上空被封锁 无论小怪还是人类 只有通关才能入内 A区的关卡是出了名的难 自此 A区彻底变成了荒芜之地 无NPC 无BOSS 只有孤零零的一些关卡 还没有奖励 唉 要是我能通关就好了 我自己当BOSS 手握难攻关卡 再不用受制于人 最好能在家难度 让申连也打不进来 正想着 后方突然传出爆破声 是有人在强行破坏迷宫 眨眼间 迷宫被暴力破开 申连赫然出现 再一次见到申连 他满眼的红血丝 看着有些颓废 你去哪了 为什么哪里都没有你的气息 他语气冰冷地质问我 一副要我给他一个交代的样子 任谁也不会想到 我去了人间 我自然也不会透露 去留是我的自由 可以将烙印解除吗 我将手臂伸出 扑从烙印 深深地嵌在我的皮肤上 他倾笑一声 妥协着语气 你还是介意 也罢 契约新娘可以是你的 像是一种施舍 我该感恩戴德 成为契约新娘 是我多年以来的目标 真的得手了 我发现 我并不想要 我骗不了自己 也说服不了自己 恐游世界的过去 我都是被迫参与 日子久了 内心全是厌恶 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这一次 我想遵从我的内心 那高慧呢 高慧就过我的命 我以为我是喜欢他的 那天他要我留下契约新娘 我自然要承诺给他 可后来 你不见了 我的心就丢了 希希 我爱你 你离开后 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 深脸表达着心意 满脸羞涩 真别恶心我 你只爱你自己罢了 我本打算引导他 跟高慧所死 然后让我全身而退 现在看来 他不打算放过我了 那么 你为什么受益求罪追杀我 只有这样你才会依赖我 不是吗 我只是 想要你更爱我 因为求罪提到了 深脸大人 我只是炸他一下 没想到 是真的 这算哪门子爱 全都是胁迫我的手段罢了 那你太可怜了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只能浅浅说句实话 深脸羞涩的表情 凝滞在脸上 眨眼间 变回了平时的面无表情 冷眼抬眸 你说什么 温柔 爱意 都是装的 你配吗 我约莫是人疯了 不想活了 死都不会跟他走 无所谓 时间长了 总会变成真的 你有选择的余地吗 深脸一副 那又怎样的表情 看着我 像是在拨弄一只蚂蚁 而蚂蚁 怎么可能汗得动它 我内心怒火难易 那火发不出 惹得鼻头微酸 冲不开的命运 我该怎么办 我竟幻想做我自己 崩溃之际 一道光从上冲下 光中走出一个人 那人不卑不亢 怎么没有 是负明昂 他转过头来 对我说 抱歉 做了一些准备 来迟了 一群光柱中走出一群人 看不到头 横在中间 听说过蚂蚁汉大树吗 我发不出声来 只会点头 我叫了十万人 后方 深连斩杀着数不尽的人类蚂蚁 死亡一批 又出现新的一批 前方 负明昂拉我走进了关卡 带我闯关 进入关卡后 我集中精力 发现很多关卡 竟然跟公司设计的雷同 如鱼得水般 飞速的攻克关卡 再加上旁边还有负明昂相助 很快到了A区最中心的基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颇感熟悉 为什么 这里 很熟悉 我发出疑惑 大脑甚至闪出了真真片段 那是我 在这里 负明昂看向我 因为你属于这里 我静止走向掌柜 拿出里面的战甲和装备 动作流畅 像是操作过很多次 穿上战甲 手握武器那一刻 大脑刺痛 压缩的庞大记忆 冲击我的脑海 两久后 睁开了眼 我就是初代Boss 手上的烙印 在我的意念下 起火燃烧 消失无痕 各种能力节节攀升 无止境地暴涨 初代Boss复位那一刻 空中静置被解除 身帘飞行 跨越关卡 落到我面前 球坠紧随起后 手中低溜着一个人 高慧 落地后 高慧跑到森林身边 连哥哥 你看他没死 冤枉人家 我难过了 你得让我多通机关 送几十个NPC让我杀 可以 随后 森林脸色阴沉地盯着 我和傅明昂 看来我对你太好了 竟敢勾结人类反抗我 球坠 把他绑了 球坠领命后 立刻行动 奔我而来 我早就想报追杀之仇 轻轻挥动手指 健身无影 贯穿仇坠 我的本命装备 飞剑 速度之快 肉眼是捕捉不到的 B区小boss 不到一秒 灰飞魄散 身帘皱着霉 认真起来 我再说最后一遍 许希 跟我走 别逼我出手 他不会以为 一个S2boss 能打得过我吧 他这人 自负到了极点 我轻喝一声 他最是受不了别人轻视他 举起镰刀 伤到你 别怪我 随后 向我打来 几息后 他吐血吐了一地 目自欲猎看向我 咬牙切齿 你到底是谁 我看向身帘 清朝道 你知道被你捡漏夺赦的 前任S2boss 是怎么濒死的吗 是在他全身状态下 与10%能力的我 相敌相杀 我若不是被暗算 哪有你收尸的份 十年前 前任S2boss 教唆我身边的侍从 将无色无味地 要下到饭菜中 导致我能力骤减 下降到10% 然后 他才现身 他以为可以一击毙杀我 只是 他不懂初代 代表着什么 他重开800遍 都没我活得久 他在全胜状态下 跟我打成平手 最后宾死逃跑 而身帘 不过偶然路过 坐收了渔翁之力 你是初代 身帘眼中 透出一丝慌张 两极反转的局面 将他打得措手不及 他在上位待得太久了 已经不知道 要怎么示弱 怎么求饶 只会干巴巴地说一句 别杀我 我顿住 为自己感到不值 我手无寸铁石 你饶过我了吗 我示弱时 你是怎么对我的 哪怕是一次 有为我考虑过吗 傅明昂走到身边 拉起我的手 安抚道 别生气 小心气坏了身体 身帘又吐了一口血 高慧走到身帘身边 连哥哥 对不起 我真的欠了很多钱 不知何时 他捡了一件匕首装备 一刀扎进了身帘的心脏 然后笑得阴森 连哥哥 反正你要重开 我不妨告诉你 我之所以要救下你 是因为我要杀你呀 我得亲手杀掉你 才能获得奖励 只是没想到你那么滑头 趁着间隙跑掉了 你 太讽刺了 他以为的救赎 竟然是戴砍的镰刀 身帘在难以置信的崩溃中消散 身帘重开后 再没有出现过好运气 成为底层NPC 不断地重开 高慧这个令人糟心的玩意 我在孔游世界的各个角落 通缉他 如果高慧来孔游世界 一定要立即杀了他 记得往心脏筒关注 多来几下 随后 我发放了A区的通关奖励 小怪们和人类 均可以停留在A区 A区再一次热闹顶沸起来 后来 小恩来找我 说酒吧进了几个帅气的小哥哥 问我馋不馋 我想了想 挺馋的 小恩 意味深长的挑眉看我 我哥说他多做了几个微型按钮 人间和孔游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尝过了人间的甜头 谁还想要在孔游吃苦 一想到人间 我竟有了一丝归属感 在人间生活 确实幸福 走吧 去找几个八块小鲜肉 正闻完 翻外一副名昂 视角一都说 A区关卡复杂 我去试了水 当天全部通关成功 一直闯到了A区的中心 那里站着一个穿大斗篷 不露脸的女怪 后来知道 她叫许希 她惊讶地说 你怎么那么快 这话 她可能没有其他意思 但作为人类 听了有些怪异 不过 我还是耐心地 跟她说了每一关的问题 她却生气了 你明天再来闯 隔天 明显地感觉到通关难度升级 但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切磋较劲中 竟与她慢慢熟络了起来 她对人间颇感兴趣 不止一次地说 人间怎么培养出 你这么聪明的人 人间是什么样子 想去看看 一次意外 强风吹落了董帽 许希露出了真容 看到人家的脸 就要娶人家了 我红了脸 再次进入孔游世界 她满身是血 生命垂危 杀了我 我还能活 杀了她 她可以重开 只是在没了记忆 二杀了她 我获得了一个亿 一举成了爆发户 她曾说 想去人间看看 我将前投入研究 孔游世界规则 如何让NPC进入人间 等下一次见面 就让她来人间玩 没想到 她成了S区大BOSS的人 抢不过 见不着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一个大男人 能哭那么久 我疯狂给她所化的区域 送人头 以微弱之力 给她增加能力 听说 她被B区BOSS追杀 我找了很多人 合力杀她 即将成功时 S区BOSS救下了她 后来 高会找上我 两千万 让你见她一面 再后来 从浴室出来 看到她坐到我的床上 那晚 我想把被子 吃进肚子里面 翻来二 我又一次穿进了人间 我的手机坏掉了 拿去修了 无聊时 拿着小恩的手机玩 弹出了消息 不小心点开 看到了两条朋友圈 军事照片 一个是傅明昂 身着西装 气质非凡 另一个是傅明昂 一身秀闲 帅气阳光 而发朋友圈的人 小恩 备注着爸爸和妈妈 你爸妈 为什么拿傅明昂的照片 发朋友圈 小恩解释道 他们在用我哥的照片网恋 什么 我哥多忙啊 哪有时间聊天谈恋爱 等我爸妈聊好了 到时候直接见面 这就叫高校 手机修好后 我加了小恩爸妈的微信 因为聊得挺好 跟傅明昂见了面 见面第一句 他说 我有八块小鲜肉 啊 我闯关 也没那么快 哦 谈恋爱吗 好啊 全文完 好啊 我